已經避孤選領主王陸峰副學長給我們親自面 我們這個西納滴滴的洪水戰水來減少 鹿港溪的部分我們在去年曾治完成 而且除了海水渠道也有一個湘南來連接這個餅乾線 所以餅乾線的水量達到我們是全國的第一個示範性的計畫 那除了停車場的共同 所以我們發揮了最佳的土地利用效益 那這一次的這個旭湧池 未來剛剛處長有講未來在這個地下可以有107個停車位 我想這個對我們這個天后宮附近的商圈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這個方針 畢竟游水的時間是比較少的 平時是提供給我們鄉親 運動也好或者外來的遊客也好 都有一個好的一個這個停車空間 在這裡的這個治水投資 水利署不僅是要讓鹿港鎮民能夠盡量的不要淹水 能夠跟在這個工程完成後能夠跟享受跟台北市一樣的防洪標準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跟憲政委一起合作 把這個鹿港溪風華再現 今年我們會在這裡舉辦全國河川日的這個活動 也希望各位鄉親一起來參與 讓全國都看到我們可以作為標桿的這個河川營造的這個成果 1萬2千的地方公尺 可以說超出這個鹿港鎮的大 那相信這些水量 我們可以說透過秉産線的引進 來向我們這個水溶池 再由搓水機來搓出 那救護人士 我們鹿港的精髓 這個鹿水相信都可以依然改善 那要感謝我們鄉親政府 我們黃縣長有這個方法和支持 讓我們這個水溶池來建築這個鹿水 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相信如果發生之後 不管在聽這問題 還是這個引水問題 都應該會大大改善 好 請禮聲請就位 請禮聲奉香 一主保佑人緣機械平安順遂 入島完畢請三拜 興建平安 禁線完畢 謝謝現場的貴賓掌聲鼓勵 我們鹿港老街是鹿港地區最低洼的地方 但是它又具有非常豐厚的文化 那以及歷史相關的一些景點都在這邊 那每年呢 只要一有大水 從過去可能到膝蓋以上的積水 到這幾年 我們呢 從我們的這個工會堂設置米幹線 一直到我們舊路港溪 那已經呢 可以讓這個積水的部分變低 但是呢 遇到現在的強降雨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也要特別謝謝水綠署 很支持彰化縣政府的這個淨流分攤 那最主要這是在一個都會區 那沒有辦法像園林這樣的話 能夠有個園林園 這麼大的一個場域來對峻 所以我們只好往下來 這個做相關的一個處置 那現在這個 呃 若金國小地下的這個 這個虛榮池 它平時可以提供給大陸港地區 來的旅遊客 或者我們在地的鄉親 有一個好的舒適的一個停車空間 那一遇到我們颱風 或者我們強降雨的過程中 就可以來堆積我們的這個水 那大概可以有一萬兩千 這個立方米的一個這個量體 那除此之外我們呢 這個工程總經費耗資了三億 然後特別謝謝水綠署補助了兩億兩千萬 彰化縣政府拿出了八千萬 共同來把這個停車場跟制洪池 那一併的來完成 那預計在明年12月底來完成 提供給鄉親一個這個好的停車空間 以及一個遇到颱風遇到強降雨 可以呢來這個減輕我們的這個積水的一個蓄洪池 在這邊再次的謝謝我們這個水綠署 謝謝我們這個縣政府縣議會 這個支持才能夠順利的來做招標跟這個工程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在落實這個淨流分擔計畫 然後在學校結合校園一起來設置的一個制洪空間 它不但平時可以當作陸港這個觀光地區 它的一個停車場在下大雨的時候 它能夠蓄洪 而它的水還可以在大雨過後把它抽出出來 成為我們陸港溪沿岸這個水岸的這個環境的用水 它是一個非常多功能的制水工程 我們相信這個工程如果能夠順利的話 陸港鎮的居民可以享受跟台北市一樣的防洪保護標準 而且未來的陸港鎮的相關的發展 也能夠持續的來進行 以及我們今天與會的局處長 新聞處工程處水資處 我們請就定未來協助一下協助一下 好請貴賓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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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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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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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8 8 9 8 9 9 7